好 主播各位观众 南韩男星李善军卷入染毒风波 被警方正式离案 25号再有韩媒踢爆 又有一名大汉艺人涉嫌吸毒 警方进行调查 稍早证明艺人身份曝光 正是韩国男团B-BEN队长G-Dragon全志龙 目前警方也已经将他正式离案 此外警方也解释 全志龙和李善军案子是不一样的两个案件 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 事实上早在2011年 他就因为吸食大麻被警方调查 最终面在他是初犯 而且非出自本意 吸食量也非常少 最后决定不起诉 当时至检察官描述 全志龙在日本某志乐部中吸食旁人给的烟 而物吸大麻 毛发检验结果中呈阳性反应 以上目前找到最近状况 谁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